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均纪DP层高达一万美元 国民可享受免费的教育和医疗 买车国家都出资一半 不过卡扎菲这位非洲雄师 也是公认的独裁者 最终摆脱不了死亡的命运 卡扎菲作为一代枭雄 个性十分鲜明的 极度的狂战自傲 做事特立族行 不让国际惯例出牌 可以说 也为其悲剧命运埋下了祸根 卡扎菲的狂貌和自负被全世界得知 还得数2009年的第64届联大会上 卡扎菲第一次参加联大会议 紧接着 奥巴马作为第三位国家领袖发言 大会只给各国领袖15分钟时间 而他却慷慨激昂滔不绝讲了一个多小时 在发言期间 卡扎菲当着各国的面部撇平安理会 直呼应该改 名为恐怖理事会 他强烈要求安理会改革 取消武藏一票否决的特权 此外他的言论还非常大胆 例如质疑肯尼迪欲刺的细节 声称新兴流感是细菌武器等等 演讲到了最后 卡扎菲将联合国宪章一夜撕掉 并突然转身扔了出去 卡扎菲在联大大出风头 另遇会各国元首目瞪口呆 卡扎菲是出了名的跟美国作对 对待中俄这样的国家 同样也是极度的自负 自傲 卡扎菲是1969年通过政变上台的 次年 他就派总理贾卢德少校秘密放华 目的只有一个 向中方购买原子弹 1970年 巴勒斯坦一位领导人放华 贾卢德少校却突然从专机上走了下来 彼时中立两国尚未建交 贾卢德少校为人虽然很谦和客气 但提出的要求却非常大胆 询问我国卖不卖原子弹 贾卢德还表示 只要中国肯卖原子弹 利比亚立即和宝岛断交 后来 毛主席得知后非 常愤怒 控制卡扎菲太狂妄了 并表示 中国即使在缺钱 也不会为了跟利比亚建交而搞合交易 1978年 中国才和利比亚建交 1982年9月 哈扎菲访华就开始了耍大牌 不按国际惯例出牌 按照事先约定 哈扎菲专机由新疆入境 降落到乌鲁木齐后飞往北京 中方准备在乌鲁木齐接机 结果预定时间到了 中方并没有接到专机 正当多方猜测之时 得到云南的报告 称有三架不明国际飞机进入我国上空 后来经过确认 财德知是卡扎菲的专机 卡扎菲专机抵达后 我国最先安排一位部长及官员去机场迎接 结果 卡扎菲嫌隙级别太低接待步骤 后来我国派了更高级别的官员迎接 卡扎菲才乐意 不仅如此 卡扎菲随行带了三百多人 光保镖就有三十多位 也不提供名单 给我国李宾斯制造了很多麻烦 据称 卡扎菲在和领导人会面时 也十分自高自傲 头都扭向一边 没有礼数 卡扎菲访问苏联也是丝毫不给面子 1978年春天的一个深夜 苏联雷达上出现一架飞机身影 随即派出两架苏15战机 去识别查证予以拦截 幸亏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十分谨慎 差点没开火将其击落 底巾一看虚惊一场 原来是卡扎菲的专机 要去莫斯科秘密 会见伯列任聂夫 飞机降落舱门打开后 利比亚的一位官员出舱询问 伯列任聂夫兄弟来了没有 再被高师接机的 是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聂佐夫 那名官员又毁舱了 之后两个小时 卡扎菲并没有下飞机 任凭苏联接机人员在外面尴尬 就在大家不知所措时 飞机引擎突然启动扬长而去 卡扎菲望自尊大 趾高气昂的作风 在国际舞台不按规矩出牌 也就预示了他的悲惨结局 于2011年被捕受虐待而死 倒下的极不体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